说这一颗从外太空 从天尔降的陨石到底有多大呢 美国国家宇航局经过科技手段监测 说这颗陨石啊 大概是直径是17米 重量得有一万吨 以每小时七万公里的速度降落到俄罗斯中国 当然了 在驴地面呢 大概有24公里的地方发生爆炸 这个爆炸的威力呢 相当于50万吨TNT炸药 也就等于当年在广岛扔那颗原子弹呢 等于它的威力的30倍 你就说这个威力都吓人了 幸亏是24公里处爆炸了 这落到地面爆炸还了得吗 咱们有的朋友知道在1908年 这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 三声爆炸将人们从水中惊醒 后来人们才知道超过2150平方公里内的6000万棵树 被焚毁被焚毁倒下 有目击者称 看到一颗火球在空中爆炸 多年以后 科学家才陆续在当地找到了三个与月球火山口相似 直径为90至200米的爆炸坑 而事件的成因却是众所昏运 后来俄罗斯官方得出结论 苏联有不少科学家也到上去探测 说最后定性为一场陨石爆炸 那么说这陨石从天而降 我们听起来够吓人的 说什么是陨石呢 可能咱们有不少朋友都通过咱们初中高中的地理课程学习 得到过相关的知识 所谓陨石其实也叫陨星 它是指在我们外太空就地球这个轨道以外 有的行星 小行星或者其他什么星体 发生爆炸分解 或者是有一些宇宙尘埃从外太空飞过来 或者是两个星撞到一块来产生的爆炸物 那么飞出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来到了地球 它穿越地球可不是那么容易就一下落下来的 地球外头还有厚厚的大气层做保护 所以这些东西跟大气层穿过的时候会发生剧烈的摩擦 一摩擦产生热量 这个就有点像咱们看发射火箭 这个飞船回收回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跟大气层摩擦 那个火箭外层必须得有那个防热阻燃的 要不然的话都烧得通红 那里边人根本就待不了 所以它这种巨大的热量造成了这个陨石和大气层摩擦 使陨石大部分都烧差不多了 等剩下点残余的落到地球上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陨石 这个陨石外表不漂亮 烧得乌黑的 表面粗糙也不光滑 说它成分是什么呢 大多数陨石大概有92.8%左右的陨石 它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硅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石头 也有5.7%的成分是铁和镊 那么科学上的叫法呢 管这个主要是二氧化硅成分的 管这个呢叫陨石 是铁和镊成分的叫陨铁 两者两叉后的呢叫陨铁石 这是相对来说比较规范的叫法 是铁石的一氧化硅